到了用餐时刻,每个家庭的厨房都会传出阵阵的炒菜箱 许多人会使用蒜头从蒜先爆香后再将要煮的食材放入 一道美味的佳肴就能上桌了 但这样的爆香动作却会将气化的油脂吸入肺里 造成肺部的损伤 像是令人闻直丧胆的肺癌 有一项危险因子就是厨房油烟 台湾按照基金会执行长赖基明曾表示 厨房油烟是非常容易忽略的隐形杀手 当油脂加热超过燃油点后 就会出现氧化、烈化等变质 若再加上重复的回锅油炸 还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以及聚合物质 联金诊所营养师庄慧欣表示 许多妈妈们在煮饭时都习惯一罐油用到底 但不同的烹调方式就需要使用不同的油种 如果妈妈喜欢去爆香炒菜 其实我们好的油如果经过高温烹调 它的油的皮质就会一些抗氧化的营养素就会下降 那油烟一上来 其实对这个健康也有很大的伤害 尤其是我们肺部 有高达9成5的妇女 不认为厨房油烟会导致癌症的发生 然而根据统计显示 过去30年 女性成人吸烟率在持平的情况下 罹患肺癌的比例却增加了4倍 这很可能就是因为厨房油烟造成的问题 所以别再一瓶油用到底啦 以免肺癌找上你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黑豪topics 我是主持人林雨璇 这一期呢我们邀请到了 健重细胞生医的执行长张一文博士 来到了现场 张伯好 雨璇好大家好 今天我们今天要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就是厨房中的危险因子 先问一下张伯你平常开火吗 当然咯 身为两个孩子的妈 当然是我有空的话 一定会亲自下族煮给他们吃的 那张伯煮给小孩子吃一些什么东西呀 小孩子当然就是一些少油啊 少盐小糖的东西啦 现在就蛮多双标的 就是大家都知道是健康 所以叫小孩子吃健康 但是自己会想到吃一些好吃 张伯喜欢吃什么 因为张伯我本身就是喜欢吃 有时候来会喜欢嘴馋 吃一些就是比较重口味的东西 那我也喜欢吃辣 所以我也很常做一些三杯料理 那冬天的时候会做一些麻油鸡料理 这样 闻到就好香 我现在可以想到那个画面 你讲麻油鸡 有想到那个酒加去油加去那个茶 就说好香的那种方法 你觉得这样子你就有点危险 像我也是啊 有时候麻油鸡的时候 你当然会加一些麻油啦 但大家都知道麻油它是属于一种低蓝点的东西 温度不用太高的时候 它那个烟就会呛上来很香很香 可是在这个同时呢 你也吸入了那个高油烟的东西啦 那如果多煮几餐以后 好像它开始就会有一些受伤的现象 满可怕 因为其实我自己偶尔也会开火 然后因为现在大家应该很多都是有在室内放空气清净机的 真的是你一点火 然后就是油加下去 瞬间那个灯从绿色就会变成红色的了 没错空气清净机它真的是一个很好检测说你现在空气瓶子好 还有你现在煮菜的时候有没有风险的一个状况对 因为我平常如果是用橄榄油能炒蔬菜就还好 但是那个三杯一下去啊完了 对所以其实我自己也会煮菜啦 然后因为我厨艺也没有这么好 所以我通常是煮一些简单的 但是煮菜里头我最讨厌的一环就是洗锅子 因为每次就是锅子很会黏有没有 然后就是一定要趁热给它下去 然后水一开然后这样 然后就喔那个洗很快 所以我最讨厌其实是洗锅子那一块 没错其实洗锅子这件事情也有风险喔 因为每次我看我部落在做菜啊 然后你知道老人家嘛都喜欢比如说煎个鱼啊或什么 那有时候这个他们也不用不沾锅啦 他就用一般的锅那这个时候就会吊炸 然后这时候我部落地就会说 喔快点快点趁热洗洗热锅这样烤水 然后结果没想到 然后当它那个锅子一拿到水槽边 然后水一开下去的时候完了 就那个烟啊水气整个就冒上来了 然后我就想说完了婆婆的肺又受伤了 全部吸进去又中招了这样子对 其实我自己有这个很坏的习惯 没有办法我是厨艺之间的阿嬷学的 对不过确实它真的是一个蛮高的风险 因为每次我们煎完东西或炸完东西啊 里面的这个油烟啊 一碰到水那就瞬间气化 那个温度一定超过100多嘛对不对 对然后如果你直接吸到肺部 你会想那个这些油泡到都蘸满你的肺 那就很容易会受伤这样 可以想象就是我们锅子有多难刷 你的肺头这东西也是多难清 对所以其实像我自己有个小招啦 小小觉得就是说如果有时候 比较油的东西在锅子里啊 那温度还很高 但是我看那个油我又觉得啊 如果现在不洗它我又很痛苦的时候呢 我会用这个厨房纸巾 先去把这里面的东西呢先吸干 把那些油吸掉然后把一些渣都先清掉 那这时候等它冷却一点再去那个水槽下洗的时候 就不会有这样的现象 那也蛮好听的 这样就比较安全多了 对对对对 但是大家要学起来 免得就是明明我这个抽油原机都开着 但是我竟然还吸入这么多 可能就是出在你洗锅子的那一环里头 不过张博虽然说很多主妇都有这种肺部受损的问题 但是反过来说也不是所有受损的人都是主妇耶 那还有哪一些危险因子是可能我们平常不会留意到的 当然就是就我们今天探讨这种肺纤维化的患者当中呢 其实最大一群当然很多就是抽烟的患者啦 对对因为抽烟大家都知道 里面的尼古丁胶油它对人体呢就是胶油这个成分 对你的肺部损当时很大的 对那接下来那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的工作环境的人 比如说要在工地呀会很多的粉层受伤的这个 那讲到粉层也会讲到第三个空污问题啦 现在太严重了 避都避不了 对那当然对于肺纤维化患者 那其实也有发现有很多不明的因素啦 科学家或是临床上也没办法解释说为什么它得 因为它可能都很养生 可是它是得的 因为有时候跟遗传因素有可能一直有相关的 张博还要分享一个 就是因为我有时候头发毛毛的会喜欢喷发胶 然后我前几天有一个很可怕的发现 就是我发胶不小心摁太多 喷到我的手机萤幕上面 我发现它抠不掉耶 就是本来以为它就是一个水水的东西 但它好像也是抠不掉的东西 这东西要是吸进去我的肺 它可能也就是吊在那边 还蛮可怕的 当然喔 就是现在很多那种 就是要定型的那种发胶 在你出门前最后个步骤喷上的时候 那你就会很潇洒的这样在空气中这样喷 然后人走过去让它定型这样 这时候当然你的那个鼻子啊 黏膜啊大概都会吸附这些 那确实它也是一个风险的部分 还蛮危险的 真的是我可以说我们几乎 生活中处处都是有风险的 那要怎样看就是我可能已经 肺有纤维化了 因为我现在听起来还蛮怕的 其实我是觉得因为一般啦 我们体内还是有很好的清除大队 或者免疫系统会让这些状况给排除啦 但是事实上就是说 如果你长期接受这些风险因子的时候呢 你可能肺部就会有些感觉 比如说走没几步路你就觉得喘 然后呢或者是没办法长时间的运动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久咳 久咳是一个比较显著的就是说你长达八周以上 然后都有这种慢性的咳嗽咳一下咳一下 然后喘喘的就是很难有比较大的动作 这时候就要很小心的 就应该要去找医生去做一些诊断 其实应该要提醒一下就是久咳这件事情 绝对不是正常的 所以之前医生也是建议说你如果久咳两周以上 不管怎样你还是去看一下医生吧 不管说是现在可能是肺纤维化的问题 或是甚至有些传染病的问题也是蛮严重的 对啊 没错 确实 对 其实我之前还有听过一个检测方式 就是说爬楼梯 你如果爬个两三楼的话 然后你喘到一个不行 我一定要坐下来的那种程度的话 你其实就要担心你的肺的问题了 对 这当然是一个还不错判断那个肺活量 或是肺功能的一个方式 但是其实雨萱你没有发现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完全没运动 其实爬三楼 三层楼对大家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对 就光想就 等一下 我坐电梯 所以我提醒啊 如果你爬完你真的觉得很喘 也不一定是啦 对 但是就是大家要定期尽量的运动 然后让自己避免这种状况 对 应该就是说合并 合并就是这几项刚刚提到的那些症状 就要注意一下 那这这么严重的话 我光想其实那个画面 就是从本来我们的肺那种软Q软Q的状态 然后开始纤维化就是慢慢干了 然后就像菜瓜布一样印在里面 那他觉得还蛮可怕 他有没有办法治疗啊 对 先讲一下 就是说肺 菜瓜布肺纤维化这件事情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现象 其实就是说 当我们的肺部有一些损伤的时候呢 他会开始一些先发炎 那发炎之后呢 他就会开始 藉由纤维补气胞会产生一些东西 然后就开始纤维化 之后呢 他就会开始结痂 就很像我们有时候表皮伤口啊 受伤的时候开始红红中中的 那就要发炎 那之后呢 他就是开始会有一些 黑黑的东西开始沉淀 纤维化的东西开始沉淀 然后就会结痂 那状况好的时候呢 他可能过几天他就掉了 那我们的皮肤就新生长成新的 那肺部也是 如果一开始呢 他也是会再生 可是长时间久 那个结痂就卡在那 那卡在那的时候呢 我们都知道肺部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气体交换的一个工具 我们如果没有空气 我们就活不了了 对 所以如果卡在那 你的肺泡的交换气体功能就很差 那你的红血球得不到了氧气 那红血球要把氧气送到全身啊 那如果他得不到 全身也得不到 血氧 对 所以你就会常常觉得穿 常常觉得疲倦 那身体长期下来 当然就会出状况 对 所以就像刚才讲就是 如果长期这样受伤肺纤维化的时候 原本从软软弹弹的气体 都可以进可以出 百分百进出了之后 那可能变了50% 30% 那就一定会 越来越不行 就会这样 那现在我们有办法说 比如说吃个药就可以卡住的吗 其实目前啦 针对肺纤维化的患者呢 在医院的疗法呢 确实是有两款还不错的这些药物呢 它可以有效地延长病情 就是说 必须先讲一个比较残酷的事 就是说 如果一旦你被 简单是 非线维化患者 你的费功能 如果只剩50%的话 它是很难 几乎不太有机会去做逆转 比如说你今天 被判断是50% 那有没有机会说 吃这些药的时候呢 提升到80或90 就是逆转 目前是 比较没有办法 有这样子的机会 但是现在的药是说 可以延快 比如说你50% 如果你在不做治疗 你可能 可能只有一两年的重播期 可是你吃了这个药的时候 你可能可以养康到 五年十年这样子 只有这样子的药 就等于说拉敞你的 对 拉敞你的病情这样子 那如果说吃药不行的话 可能会 因为我现在其实听过一些 气体疗法 其实像这种气体疗法 它的用意就是在于 增加你肺部的这个 氧气的吸收率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它都算是 属于支持性疗法 提升肺部功能 但是它没有办法再回到 比如说你 100%的肺部交换 大概就是维持在50% 然后让它发挥到最大功能 所以我可以总结一下 刚刚张伯的说法 就是首先第一 我们有药吃 但是只能是延缓的效果 然后第二 我们还有气体治疗 但它只能叫做支持性疗法 它只能说帮助你 然后加吃药的话 已经继续在延长你的病症 当然就是现在呢 大家都说细胞治疗 是未来的展望 那对于肺线瓦的患者 其实呢它也是一大部分 因为现在就是 肺线瓦不可能 但是呢 如果我给你新的细胞 那当然就有机会 让你肺部